笑笑資訊報 哈囉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笑笑資訊報 我是主播丫丫姐姐 你今天哈哈笑了嗎 今天呢也讓丫丫姐姐呢 來帶你一起認識笑笑星球喔 笑笑星球頻道呢 提供各種不同的學習影片 學習兒歌 有聲書 以及各種小知識 並以小朋友都能夠理解的方式 來講解與說明 希望小朋友在這裡 你都可以快樂的學習到東西喔 哇 各位小朋友 你們知道我剛剛在做什麼嗎 我在學老虎叫喔 在天氣很熱很熱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聽過在秋天的時候 有一種說法叫做秋老虎 這個秋老虎是什麼意思呢 現在要來為大家說明喔 原本在秋天在立秋之後 本來應該會變得比較涼爽的天氣喔 哇 它突然呢會在短期之內 回到又像夏天一樣很熱的天氣喔 所以呢 大家就把這個狀況叫做秋老虎 那為什麼會叫老虎呢 就是因為它跟老虎一樣滿恨八道就硬要這樣做 所以呢 這就是秋老虎的由來喔 這下大家知道了嗎 那小朋友 你們在今年的時候有沒有遇到秋老虎的狀況啊 你們一年四季裡面最喜歡的季節是哪一個呢 歡迎呢 可以到下面留言給我們喔 那我們呢 現在就來看看 笑笑星球最近有什麼新鮮的事情正在發生吧 哈囉 各位小朋友 2022年呢 最近笑笑星球 又推出了新的故事影片囉 這一次的故事呢 叫做 不怕黑的小公雞 它呢 是講給小朋友聽的睡前故事 小朋友 你們怕黑嗎 喔 如果你怕黑的話呢 歡迎呢 趕快來聽聽這個小公雞的故事 它是如何呢 去克服這個怕黑的夜晚喔 搞不好你聽到了之後 然後開始就不怕黑 就變成了一個勇敢的小朋友囉 再來呢 要跟大家推薦的是 輕輕彈巴哈 哇 在這個輕輕彈巴哈裡面呢 你可以聽到好多首不同的巴哈的歌曲喔 就算呢 你沒有學過鋼琴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在這邊聽聽看 這個巴哈優美的旋律 那因為呢 它也很適合 小朋友晚上睡前的時候聆聽 所以如果小朋友晚上睡不著的話 歡迎呢 來點擊輕輕彈巴哈 我們一起來聽聽喔 小朋友 你們怕不怕黑呀 哇 雖然黑暗的地方很恐怖對不對 像我自己本身也超怕黑的唷 可是你們知道嗎 在越黑的地方呢 能夠看見片上的星星 就會越多喔 歡迎呢 各位小朋友 來下面留言告訴瑤瑤姐姐 你們會不會怕黑喔 如果呢 你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並且想繼續多多支持我們 歡迎各位小朋友 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如果各位呢 有希望小朋友想要看的影片的話呢 也歡迎到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呢 會盡量製作 適合小朋友觀看影片的內容喔 那本週的笑笑星球就先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本週也要一起哈哈笑喔 大家掰掰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